這樣子看就很多 好窄喔 兩年多就存了18萬多 一桶金的超重的 目前要來個醫師 把它黏緊一點 才不會想說又想挖出來 缺錢又拿出來 拿著美工刀 慢慢割開塑膠除水桶 一旁的貓咪還當起好奇寶寶 看看裡面裝什麼 過程中刀片還被弄斷 好不容易割咖 裡面全都是金光閃閃的50元硬幣 抓起一大把的聲音 聽起來超療癒 住在高雄的夏先生 趁著年末宰殺 存了兩年的非美豬公 可是這樣子看就很多 好窄喔 兩年多就存了18萬多 一桶金的超重的 踢不動了 所以要慢慢的分好幾次 好幾次拿去換 目前要來個儀式 把它黏緊一點 才不會想說又想挖出來 缺錢又拿出來這樣子 怕自己定力不夠 才把蓋子封死 夏先生在五金行花140元 買的20公升儲水桶 兩年來陸陸續續投入 3600多枚50元銅板 存了約1 4分之1 存款就有將近18萬元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存一桶金 重達40公斤的大量硬幣 也讓郵局人員累翻了 我就拿了快40公斤拿去 他們硬幣機要倒進去 還要說等一下我再拿來換 不要再拿來 可能那個過年後 要跟老婆一起出國玩 過年的紅包可以給家長更大包 就算了 已經成為了